发菩提心 原发三心 接下来给大家讲 怎样发菩提心 很多人只知道 我要发菩提心 那应该怎样发呢 第一 学习关心一切众生 要学会关心每一个人 人腻我腻 就是看见人家掉进水里 要感觉像自己掉进水里一样 人鸡几鸡 就是人家饥渴了 饥饿了 就像自己饥饿了一样 利己利人 打己打人 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 能够通达 能够通情达理 能够帮助人家 帮助自己就是帮助人家 帮助人家就是帮助自己 第二 包容一切众生 就是人家做错了 要能包容人家 不要去恨人家 以责人之心责己 就是在讲人家的时候 先用这种心来责怪自己 责人先要责己 以责己之心责人 以宽恕自己的心来宽恕别人 用现代话来说 就是叫换位思考 一个人要懂得宽恕人家 如果不懂得宽恕人家 就是没有智慧 要懂得饶恕人家 宽容人家 人都会做错事情的 等到你宽容人家的时候 人家才会宽容你 这叫回报 报应 第三 学习克己 长思己过 学习忘我 学习克制自己 经常想想 自己做错的事情 你就不会难过 学习忘我 就是学习忘掉自己 经常想想 自己没有什么本事 我很弱的 我主要是好大家 没有大家 我也不能做好 不念人非 不要去念人家 过去做错的事情 误意误弊 就是说 不要强迫自己 必须去做这件事情 不要用这个意念 不该你有的意念不要有 误不误我 就是不要固执 不要有我 第四 做一个修心的人 发菩提心的人 应该给人信心 给人欢喜 要给人家欢喜心 给人家信心 你就是菩萨 语言不识 给人家信心 法喜充满 这就是学菩萨 多讲好话 少讲坏话 能多讲一句好话 就可以少讲一句坏话 诚心带人 善法与人 热心助人 成人之美 经常诚心地去帮助人家 成人之美 原发三心 一个人学佛 要从心里发出三种心 一 智诚的心 二 身心 三 回向发愿心 智诚心就是 真实无伪 真真实实 没有虚伪的心 讲话都是真实的 没有任何的伪装 要用真诚无伪的心 对待一切众生 身心 要用一切无缘的 慈悲心 关怀一切众生 用身心去帮助别人 回向发愿心 这个心 是一个学佛的心 是比较高尚的心 回向发愿心 要记住两点 一个是万善同归 所做的一切善事 归到同一个归宿 师父的话就是 归到功德 把所有的善良的事情 全部归到功德 另一个是 普愿有情 自己的心发愿 要度所有的 有情众生 有情众生 就是有情意的众生 在人间 什么叫吉祥 凡是在人间 应该得到的东西 就是吉祥 本来 你不应该得到的东西 但是 经过你的努力后 得到了 就是不吉祥 在人间 该你拥有的东西 该你得到的东西 叫吉祥 然而 不该你得到的东西 你去求来之后 就是不吉祥了 比如 六合彩 你天天去求 天天花钱去买 几十年下来 你花进去的钱不说 最后 就算得到了 可能会被人家追杀 或被人家绑架 这就是不该得到的 得到了 就是不吉祥 这是概念 这是理念 是菩萨的智慧 大家一定要记住 做人 做人 不该你得到的东西 不要去追求 什么叫真正的大吉祥 一切万事万物的受用 称之为大吉祥 能受用 就是能够为你所使用的东西 是你所拥有的 是你所拥有的 就是大吉祥 就像 明明不该你得到的钱 你去抢 去骗 去偷 接下来 被警察抓 你们说 吉祥不吉祥 今天 就到这里 下次再讲 请不吝点赞